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17年裡面,我要感謝所有的同仁 我們在2017年裡面打了一個很漂亮的戰役 我們在所有的這些指標上面 經由大家的同仁的能力 所以我們今年應該算是豐收的一年 但是我們也宣示了 我們從2017年開始 要開始不只是做面板 也要慢慢邁向做整機 所以相對來講 在2018年 全球的這個工序來講 會是相對會先行 那也真的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走到邁向整機 要不然這個面板在明年來講 會相對更行 所以我想今年大家努力 創了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明年我們還有另外一場戰要打 所以希望所有的同仁 大家要繼續努力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拜個早年 那預祝大家這個新年 新的一年 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創新 希望這個明年我們可以 創出更好的佳金 好,謝謝 各位同仁,大家好 2017年 我們群創有新的營運模式 首先移出三項的方向 第一個向前走 我們做到整機 第二個向上走 我們技術的研發 第三個我們向外走 我們要前進到印度跟東南亞 那在這樣的方向之下 我們提出的就是 我們有 跟有本的一個策略 技術研發師跟智能製造師分 所以我們不只在 技術研發師要創新 在我們智能製造上 這樣能夠到達 市民工業 互聯網的方向的 本資競爭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配動之下 很多的工作 新的方式 都有一個學習曲線 所以2018年 需要跟各位更同性 更有耐心的完成每一項工作 在此 跟各位預祝 苟年行大運 祝各位國家平安 和平安喜樂 謝謝